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寒风凛冽,深冬的破晓温度低得能把人冻僵。 可我仍旧坚持等在城郊关道口,就为了能见顾北寒一面。 哈,我双手拢在嘴边哈了一口热气,又使劲跺了跺脚。 虽然马车上带了炭火,我也穿得足够厚实,但还是抵挡不住北境的酷寒。 我和顾北寒从小一起长大,她是镇北王世子,我是郡守之女。 虽说身份有差距,但镇北王王妃一直把我当儿媳看待。 我急急这年,王妃说等顾北寒从京都回来就给我们办喜事。 我满心欢喜,可顾北寒走了整整一年,我时常写信给她,却一封回信也没有收到。 终于,临近吉礼之日,终于听到了顾北寒要回来的消息。 分开一年,她终于回来了。 顾不上其他,探听到她具体回来的日子,便决定前去接应。 我还现在回忆里,远处已经传来马蹄声。 小姐,您看,那是柿子的马车,我心头一喜,赶紧让芙蓉帮我整理妆容。 片刻,急迟的马车缓下速度,护卫将远与我建立,楚姑娘怎会在此。 我紧跑几步到马车边,洞将的双腿不听使唤,踉呛着险些摔倒。 但我顾不上,双手扒着马车就想要上去。 北寒哥哥,王妃说,楚姑娘。 江远连忙拦住我。 楚姑娘,世子在后面的马车还没到,要不,您先回府等着。 外面是何人,我还想跟江远说什么,马车里突然传来一道女声。 那声音娇俏可人,年纪应该不大。 见我愣在原地,江远有些抱歉地开口,楚姑娘,属下还有要事急着回王府。 我们就先走了,将统领,马车里的人再度开口,我看到江远连忙公顺地朝着礼坚方向失礼。 可是扰到郡主休息了,郡主。 江远话音刚落,就看马车里伸出一只白嫩的手,紧接着一个装扮华贵的女子从马车里出来。 江远连忙介绍,楚姑娘,这位是福宁郡主,是福贵妃娘娘的亲侄女。 这个名号我听说过,如今福贵妃圣宠,连带着她的娘家人全都尽封个遍。 可京都离边境千里,我从未想过这些贵人与我有什么关系。 正走神中,福宁走到我身边,你就是北韩哥哥的未婚妻,说着,她看到我手中还拿着要送给顾北韩的荷包,一把抢过,送给北韩哥哥的。 你这女工真不错,不像我,从小锦衣玉食惯了,这些东西都做不来,正在这时,远处行来一人一马。 我看过去,正是顾北韩。 福宁顾不上再与我说话,转身便跑过去。 北韩哥哥,怎么这么久才过来,顾北韩从马上下来? 一年未见,我从未想过我们是在这种情境下重逢。 可我一双眼一直盯着她,她却未看到我,纸满面温柔地将槐中纸包递给福宁。 刚出锅的,还热着,北境寒冷,郡主回马车上去吃吧,我将在原地,一时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北境天寒,顾北韩从前总是怕我受凉,对我呵护备置。 可如今却,顾北韩和福宁说了好一会话之后,才看到我。 似是没想到我会在这里,顾北韩先是一正,随即面色严肃地看我。 你怎么在这,北韩哥哥,楚姐姐是来给你送这个的,说着,他把我的荷包递给顾北韩。 只是还没等顾北韩接吻,他手一抖,那荷包便掉在了地上。 这会阳光暖了一些,地上化出了些泥水。 荷包脏了,正好污了那对病地脸。 哎呀,我手抖没拿稳,楚姐姐不会怪我吧? 楚瑶,福宁不是故意的,一个荷包而已,你别怪他,离着我几礼还有三日, 长姐每日张罗着我的几礼,本就体弱得他这几日脸色更加苍白。 我劝他多些些,可长姐说这是我的大日子,马虎不得。 母亲早逝,父兄整日忙于公务。 我从小是长姐待大的,长姐与我便如亲母一般, 更是为了我连自己的婚事都耽误了。 其实,楚家本是京都望族,却因十年前一桩要案连累, 整个楚家一夕之间成为阶下囚。 幸而父亲有手段,大哥也有出息,才得以保住我们这一脉。 虽被发配边境,但好歹留下了性命。 那年我五岁,对很多事情记忆很模糊, 只隐约记得那场变故中,楚家死了好多人。 祖父的兄弟姐妹无疑幸免, 而祖父祖母和母亲也在来边境的路上染上疫病, 相继离世。 最后家里只剩下父亲、兄长、长姐还有我。 我们一家刚到边境时, 镇守北境的镇北王对我们颇有照顾, 王妃更是看我投缘, 与镇北王商量着给我和顾北韩定下婚约。 镇北王是皇家宗室, 从太祖年间便一直守在北境。 这许多年,羽翼见风。 就这样,五岁的我与十岁的顾北韩相识, 到如今我十五岁,整整十年。 这十年里,我与顾北韩相知相许, 我以为我们青梅竹马, 一切水到渠成。 可我如今才想明白, 许是从一年前她被召回京都开始, 这一切就在悄然改变。 听说, 福宁郡主是跟着顾北韩来北境游玩的。 自从来了这里之后便住在镇北王府, 因为我一直跟着长姐操持吉礼之事。 所以,这几日也未曾与她相见。 直到吉礼当日, 福宁与顾北韩一道, 随着镇北王妃来到我们府上。 两个人相邪而行, 看上去更像一对碧人。 楚家在北境还算有些人脉, 再加上镇北王的面子, 今日来了不少人。 大家心里明白, 今日我吉礼里程之后, 与顾北韩的婚事也算是正式提上日程了。 往后楚家便是皇亲, 虽权势仍旧不大, 但身份摆在那里, 到底是不能低桥了的。 我在房间里等着吉时, 面前是娘亲的画像。 这许多年过去, 我脑海里早就模糊了娘亲的模样。 只靠着这画像, 还有五六分向娘的长姐意味私情。 小姐,小姐, 我正沉在对娘亲的思念当中, 侍女从外面跑进来。 小姐, 吉礼用的不摇被扶宁郡主摔坏了。 我呼得站起身, 使娘亲留给我的那个, 侍女点头, 方才那扶宁郡主去东房 翻看您的礼服和不摇, 奴婢们不敢拦, 本想着也只是看看, 未曾想, 不等侍女把话说完, 我便急匆匆赶往东房。 到门口时, 隐约听到有人挑衅, 什么破烂东西, 还真当个宝贝。 都不如本郡主携上的一颗珍珠值钱, 我顿时火冒三丈, 几步冲进东房, 一把扯过芙宁就要打。 姚儿, 长姐来不及反应, 连忙抱住我, 姚儿, 不可, 我怒视着芙宁, 恨不能生吞活剥了她, 弄坏了我娘留给我的遗物, 还口出狂言。 芙宁也被我吓到了, 但嘴上仍旧不饶人, 你好大的胆子, 还敢动手不成。 是你那东西不结实, 怪不得本郡主, 姚儿, 这是郡主, 我们得罪不起, 长姐在我耳边提醒, 我用了极大的意志方, 才压下火气。 垂眸看去, 芙宁的脚下还踩着不摇的发针处。 我深吸一口气, 走到芙宁身边, 还请郡主抬抬脚, 见我态度软下来, 芙宁扬了扬下巴, 趾高气扬, 身子未动分毫, 脚下却又使劲碾了碾。 我压不住火气了, 抬手就狠推了她一把。 她踉呛一步, 紧接着扑通一声, 摔倒地上。 郡主, 我正蹲身捡不摇, 就感觉身边一道身影闪过, 紧接着就听到扶宁的哭声。 北韩哥哥, 我没事, 楚姐姐也是着急, 都怪宁儿不好, 都是宁儿的错, 我惊了。 这变脸的速度也太快了, 长姐教给我的都是女子该多读书, 多识礼, 几时见过这种人。 我上前想要辩解, 却不想顾北韩猛地起身挥开我, 闹够了没有, 我与顾北韩相识十载, 从未见过她对我如此态度。 眼前的顾北韩, 让我十分陌生, 可面对眼前此景, 我只想要解释清楚, 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被污蔑了。 我缓了缓神, 然后开口, 我并非胡闹, 只是这部瑶是我娘亲一物, 我, 楚瑶, 再贵重的东西也不过是个死物, 可郡主却是活生生的人, 你怎可如此恶毒, 我恶毒。 你连事情前因后果都没弄清楚, 就如此偏颇吗? 面对我的质问, 顾北韩没有回应, 只是回身抱起福宁。 福宁在她怀里哭得梨花带雨, 我却瞧见她对着我露出一抹讥笑。 顾北韩始终沉着脸, 路过我时留下一句, 楚瑶, 不要以为我们有婚约你, 便可为所欲为。 实话告诉你, 我随时可以取消婚约, 短短几日, 我在吉里当天被退婚的事情, 传遍了整个北境。 其实顾北韩有句话说得对, 楚家本就有罪臣名头, 虽说陛下已经下令重查案件, 此案与我们这一族也无甚关联, 但世人眼光从来如此。 正如现在这般我方才明白, 原来婚约没了我真的, 就马上成了笑话, 就连长姐都被我连累, 被人指之点点。 小姐, 其实那日您不该跟柿子顶撞的, 如果当时忍下了, 世子也不会当众取消婚约了, 我端向着已经坏掉的不谣, 不禁吃笑, 吉里当日。 顾北韩说他可以随时退婚, 我没忍, 指着外面众多宾客与他对质, 若世子真有此心, 那便趁着大家都在, 赶紧取消这婚约, 也省得我往后挨个通知了, 你,顾北韩将扶宁放下来, 然后一脸怒气地看着我。 我以为顾北韩要与我发火, 可还没等他开口, 他怀里的扶宁 却端着一副可怜相与我道歉, 姐姐别怪北韩哥哥, 要怪就怪宁儿吧, 都是宁儿不懂事, 说着他哭得更厉害了。 更是一头扑进顾北韩怀里, 北韩哥哥怎么办呢? 楚姐姐不肯原谅我, 宁儿真的是没法做人了, 扶宁越哭, 顾北韩就越生气。 他逼着我给扶宁道歉, 更是用婚约来逼我。 楚遥, 今日你若不给宁儿道歉, 我当真取消婚约, 做梦, 我也来了脾气, 婚约要退变退, 道歉不可能, 我本也是泪窝浅的性子, 却硬是逼退了眼泪, 胀得脑子生疼。 再后来, 便是顾北韩柔生安顿好扶宁, 然后当众取消了婚约。 即便在场众人都在劝和也没用, 就连镇北王妃都没拦住。 思绪回转, 我小心翼翼收起不摇, 过去的事不提了, 我们去看看长姐吧, 路上, 芙蓉还是不甘心, 继续跟我念叨, 不过说来也是怪。 世子从小就宝贝宁, 怎地回了一趟, 京都就变了。 要奴婢说, 都是那个福宁郡主搞的鬼, 我抬眼看着飘下来的雪花, 眼前闪过往年除夕。 为了处家, 往后能平安顺遂, 我和长姐每年正月 都会在佛寺住上一个月。 而顾北韩每年都会在二月初来接我, 哪怕天寒地冻, 山路难行, 可他见我的第一面, 总是最先把我双手捂在他的弧球里, 下山路, 上更是要背着我。 十四岁那年, 顾北韩提前上山来找我, 当时我正在后院的姻缘树上挂红筹, 那是跟其他女相克学的, 我情窦初开, 也学着她们的样子祈愿, 希望能与心上人两心相印。 可我个子矮, 红筹挂得不牢, 一转身就被寒风吹落了。 听说这不是个好兆头, 我有些懊恼。 顾北韩从身后过来, 看我不高兴, 便安慰我说取我是他的事, 岂能寄托一条小小红筹。 我连忙抬脚去捂他的嘴, 说因缘树下说话要当心, 不可不敬。 他笑得眉眼弯弯, 亲吻我手心, 怕什么, 你早晚都是我娘子, 那次之后, 再见便是一年后。 我在关道等他, 而他, 却是亲自去给福宁郡主买吃的。 半月后, 听说顾北韩已经带着福宁启程回京, 更有传言, 说顾北韩这次回去, 就是要跟福宁成婚的。 长姐怕我难过, 便日日守着我, 生怕我做出神妖傻事, 可我不会。 多年情分说不难过是假的, 但人总要向前看, 一个顾北韩, 还不值得我如此。 本以为时间会慢慢冲淡一切, 可我被退婚的谈资还没彻底淡去, 京都就又传来一道秘旨。 这次是指婚圣旨, 楚家二小姐楚瑶, 指婚给瑞王殿下。 长姐和兄长 在爹爹面前跪了整整一夜, 直到第二天, 我整装待发, 他们还在求。 我到书房门口时, 便听到长姐的哭诉, 爹爹想想办法吧, 京都是吃人的地方, 瑶儿一个人怎么能行, 兄长也附和。 爹爹, 孩儿这就收拾行装去军营, 若此番拿下敌军将领首级便可立功, 我们便有由头求陛下收回成命。 糊涂, 爹爹忠于开口, 且不说你潜入敌营十死无生, 便是成功了, 也无法抗止聚婚。 这是皇恩, 容不得我们愿不愿意, 可, 可太子被废为瑞王, 陛下让瑶儿嫁给他, 为的是敲打和削权, 这种情形怎会有瑶儿的好果子吃, 是啊, 表面看起来, 我是要嫁给王爷做王妃的, 可这王爷, 却是从太子被贬处的, 我们的婚职, 也是密而不宣的秘职, 摆明了说, 我们都是见不得人的。 我这个罪臣之女, 配上废处太子, 说起来都是笑话, 而且, 我就是皇帝敲打太子的工具, 对于太子来说, 我会是他雪上加霜的污点, 长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甚至提出要替我回京, 我站在门外心如刀脚, 欺君之罪起事而戏, 长姐和兄长都不顾性命来护我, 可我总不能一直躲在他们的羽翼之下, 其实这十年来, 我在北京的日子过得顺遂又快乐, 但我也知道, 父兄从未放弃过给楚家翻案, 皇帝虽然下令重查此案, 但到底没有任何进展, 我想, 只是为了读百姓的嘴罢了, 若真如此, 那我此次回京, 或许对家族翻案也有助益, 想到此, 我毅然推开书房房门, 爹, 我准备好了, 明日启程回京, 两月后, 我终于到了京都, 大船即将靠岸, 芙蓉扶我下船时, 我才发觉双腿已经软得不像话, 人多, 顾不上看风景, 只顾着低头看脚下的路, 楚遥, 我这一脚踏上岸边, 还没怎地, 就听到一道熟悉男声, 下意识抬头, 对上一双怒气的眼, 顾北寒, 真是冤家路窄, 眼看我发愣, 顾北寒怒气更胜,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 大力把我往旁边一扯, 你闹够了没有, 是不是疯了, 我们都已经退婚, 你竟还任性地追到这里来, 我这才明白他为何生气, 原是以为我是追随他而来, 我试图将手腕从他手里拽出来, 可他力气太大, 我怎么都挣脱不开, 这里人多眼杂, 我有些急了, 你放手, 放手, 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再见顾北寒, 我竟没有想象中那般难过, 反而是不太想跟, 他在攀上关系, 许是这一路颠簸, 连带着对他的那颗心, 也颠碎了, 楚遥, 你身为罪臣之女, 理应明白, 吴赵擅自回京是大罪, 你不顾及楚家, 也不顾及镇北王府吗? 到时若连累了镇北王府, 我不会原谅你, 我本无意与他掰扯, 可听了此话, 我便来了火气, 罪臣之女又如何? 真是可笑, 世子未免把自己看得也太高了些, 你, 楚姑娘, 顾北寒气大了, 扯着我还想说什么, 被远处过来的一行人打断, 那为首之人分别朝着我和顾北寒施礼, 然后又面向我, 敢问可是楚姑娘, 顾北寒愣住, 我趁机挣脱手腕, 然后抬手将身上披风解开, 披风里赫然是一身大红衣裙, 衣上归制唯有当朝皇子嫡妻才能穿, 这是去北境传旨的人带去的, 这种衣上归制, 便是如镇北王府这种宗室之后, 亦是没有资格, 顾北寒彻底傻了, 他震惊地看着我, 姚, 姚儿, 你这是我没理顾北寒, 只朝着那人回道, 我是楚姚, 驾, 我话音刚落, 远处又来一人一马, 来接我的那行人转头一看, 纷纷跪地行礼, 我虽不认得, 但也看到那端坐在高头大马之上的男子, 风度翩翩, 一身暗红锦袍, 头发松松, 晚成寻常家公子模样, 他策马而来, 一双桃花眼格外好看, 来到镜前, 我才看到马背上还有一个小姑娘, 十一二岁模样, 与那男子如出一辙的桃花眼, 属下见过瑞王殿下, 见过安和公主, 一听这话, 我便知晓眼前之人便是那曾经的太子, 当今瑞王, 也就是我要嫁的夫婿, 顾云恒, 众人皆在行礼, 唯有我还傻愣愣站着, 顾云恒坐在马背上端向我, 饶有兴致, 我就那么与他对视着, 直到旁边有人提醒我该跪拜, 我这才回神, 可我刚要行礼, 却听顾云恒开口, 免了, 王妃一路赶来, 也是累了, 说着, 他调转马头, 阿昭, 我送安和回去, 你护送王妃回府, 是, 末了, 我还听到安和公主说了一句, 三哥, 这心嫂嫂真好看, 直到众人散去, 顾北韩才又上前, 瑶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成了瑞王妃, 瑶儿, 我已经忘了有多久没有听到他如此称呼我了, 似乎从那个郡主去了北境开始, 他便一直叫我楚遥, 语气更是冷硬无情, 我长叹一口气, 然后看顾北韩, 世子可是瑞王殿下的堂弟, 顾北韩正了正, 然后点头, 当然, 我笑, 那往后, 世子该唤我一生扫扫才是, 我住进瑞王府的第十天, 一直没见到顾云恒, 倒是顾北韩来了好几次, 也不知道是不是顾云恒故意试探我, 堂堂瑞王府, 顾北韩竟然能直接到我的院子来, 芙蓉脸上尽是为难, 小姐, 要见吗? 世子都在外面站了半个时辰了, 不见, 顾北韩还真是给我找事, 我和顾云恒虽没有正式大婚, 但我到底已经入了皇室御蝶, 是正式王妃, 若与她这般见面, 传出去岂不是落人口实? 芙蓉, 请人离开吧, 是, 芙蓉转身刚要出去, 院子里传来一道女孩的声音, 堂兄, 三哥在书房等着堂兄呢, 堂兄快去吧, 我隐约听到顾北韩说了句什么, 不多时, 小女孩挑帘进门, 扫扫, 声音清脆好听, 连带着我的心情都好了一些, 这女孩我认得, 是那日的安和公主, 我起身要行礼, 她连忙两步过来按住我, 一家人不用多礼, 扫扫唤我安和就好, 只是简单的照面, 我就发现安和走路有些不对劲, 似是有些跛脚, 可她堂堂皇家公主, 又怎会如此? 早就听说扫扫这里的零食很好吃, 安和今日没, 吃饱, 能再扫扫着吃些吗? 我将刚做好的糕点递给安和, 承蒙公主不弃, 这是北京风味的糕点, 公主尝尝, 女孩子间的友谊很好建立, 比如这日我给安和吃了糕点, 又比如这日安和氏特意来帮我解围, 赶走了顾北韩, 往后的日子, 我仍旧没有见到顾云恒, 但好在瑞王府的规矩并不多, 又有安和日日来陪我, 我也不算无聊, 我给家里去了书信, 除了报平安之外, 还简单介绍了一下京都现在的情形, 结果爹爹一连来了三封信, 每封信都叮嘱我保护好自己就好, 默想其他, 我知道爹爹怕我蹚进浑水, 更怕我受到伤害, 可我人已经到了京都, 能否置身事外根本犹不得我, 如今见不到顾云恒, 至少通过安和也能先把京都摸个熟悉, 那么, 首先了解的就是顾云恒, 顾云恒是三皇子, 他和大皇子还有安和都是皇后嫡出, 大皇子镇守南江边境, 已经四年没回京, 其次, 还是顾云恒, 安和说他有五个通房, 各个角色, 我诧异, 我怎么一个都没见过, 安和正在吃北京送来的蜜桃, 他两塞塞的鼓鼓, 然后朝着我摇头, 他们不住在这, 住在城郊别院, 我来京都之前爹爹告诉我, 说顾云恒曾是个极优秀的储君, 又置在高位, 所以对女人根本不上心, 莫说正妻侧妃, 便是身边侍奉之人, 都是男子, 我原以为是个不尽女色的, 没想到人家只是藏得好, 好家伙, 五个通房, 这人倒是挺厉害的, 扫扫, 别难过, 别看三哥平时不回家, 但他其实是喜欢你的, 只是还得养一养, 嗯,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来的那天晚上, 我听到三哥跟父皇母后说的, 他说楚家那丫头好看是好看, 就是身材干瘪了点, 得好好养养, 扑, 我一口茶喷出去, 呛得我眼泪都渴出来了, 安和连忙给我顺气, 扫扫身子确实弱了点, 三哥说得对, 得好好养养, 我唇角抽搐, 这个顾云恒, 那日一见, 还以为是个什么正经人, 哪有人跟自己父母, 品评自己妻子身材的, 再说了, 长姐一直悉心照顾我, 我才, 才不甘别, 又过了一个月, 皇家围猎, 听说安和求了皇帝开恩, 这才把我也一定带了去, 在王府编门了许久, 如今到了这远郊, 心情格外开阔, 安营当天便举行了赛马, 听说还有十分贵重的彩头, 我随着安和到赛马场时, 皇帝还没来, 瑞王府被安排在离皇帝很远的地方, 属皇子末尾处, 还不如一些众臣的位置靠前, 可见皇帝对顾云恒的戒递真的很深, 这次围猎连皇后都没带, 只带着福贵妃, 以及坐在皇帝下手守卫的福贵妃之子, 二皇子顾云勉, 还有福宁郡主和顾北韩, 勉, 这名字也太过明显了, 我想,皇帝可能从一开始 就没想着把皇位传给顾云恒吧, 那这许多年的储君之位是为了什么? 爹爹说过顾云恒是个好储君, 将来肯定大有作为, 这次惹了圣怒, 其原因也是皇后母家的问题牵连了她, 其实本不用闹到如此, 但皇帝就是生了大气, 不仅夺了皇后十权, 更寻了由头霸出了太子, 想到这里, 不禁想到我们储家, 想当初也是一桩冤案, 可那么多条人命, 也没换来一个清白, 走到境前, 看到顾云恒正在喝酒, 瑞王府这边十分冷清, 那些朝臣现实得很, 顾云恒被罢黜, 他们很快便倒戈到顾云缅那里, 甚至顾北寒身边围的人都比顾云恒多, 看到我过来, 顾云恒招了招手, 示意坐到他身边, 我要行礼, 他仍旧拉住我, 坐, 陪我喝两杯, 见面不多, 但是从父兄和安和所言推测, 这顾云恒似乎从被贬处开始就变, 从前他是正直且心系百姓的太子殿下, 而如今却成了只知玩乐享受的顽固, 侍女一杯酒刚到满, 皇帝带着福贵妃来了, 大家纷纷起身跪拜, 我一要起身, 可身子被顾云恒牢牢按住, 我诧异地看向顾云恒, 可这家伙却津津有味地吃着水果, 末了, 还递给我一块, 尝尝, 这可是特意从你们北京运来的, 我哪有心情吃, 你们父子闹别扭, 别带上我好吗? 线下我只担心我的无礼, 会不会让皇帝一怒之下把我关起来, 然后再牵连楚家, 皇帝已经要走过来了, 我实在拗不过顾云恒, 只能一脚跺在他脚面上, 斯, 你这丫头好大的胆子, 趁着顾云恒脱力, 我连忙起身失礼, 皇帝面无神色地走了过去, 似乎对顾云恒的无礼, 司空见惯, 福贵妃路过我时站住了, 她亲密地拍了拍我的手, 真是个好孩子, 只待皇帝给大家免了礼, 我这才长舒一口气, 然后坐下, 离那个女人远一点, 顾云恒仰头灌了一杯酒, 低声提醒我, 谁? 福贵妃吗? 你现在跟我扯上关系, 他们对你不会有好心的, 说着顾云恒又喝了一杯酒, 她目光看向顾云勉的方向, 此刻皇帝正跟顾云勉说着什么, 面色慈爱, 与刚刚在我们这边的严肃完全不同, 小丫头, 跟了我委屈你了, 顾云恒说着, 朝着我举起酒杯, 我一是端起酒杯与她一碰, 嗯, 确实委屈, 则, 你这丫头真不会说, 就算我现在落魄了, 好歹也能给你个王妃之位, 那日在渡口, 还有之后在王府, 我可是帮你解了围的, 我就知道安和不会无缘无故出现, 那日顾北寒来找我, 安和把她赶走, 肯定是顾云恒的授意, 话虽如此, 但殿下大可以让人把她拦在门外, 顾云恒笑, 倒是我的错了, 我本想着你们青梅竹马, 应该有话要续, 谁知道你是个这么狠心的丫头, 这边正说着话, 是你又端上来挤盘北境风味的小食, 我目光落在那些吃食上, 情绪有些低落, 顾云恒凑过来, 怎么了? 想顾北寒了, 小声些, 我抬手去捂顾云恒的嘴, 又想起这样不合理数, 连忙放下, 顾云恒笑意更深, 我没那么多规矩, 你随一些就好, 说着, 他看向顾北寒的方向, 人就在那, 若想了就去看看, 顾云恒一边说着话, 一边身子一歪, 直接扮椅着靠在我身侧, 这动作不管是谁, 看来我们都是一对恩爱夫妻, 我目光也随着他看向顾北寒, 顾北寒心情好像不怎么好, 即便扶宁在他身边, 他也只顾喝酒, 好像在跟谁怄气一般, 我轻叹一声, 我不是想他, 而是见到这些特产, 有些想家了, 想家, 我点头, 然后看远处郁郁葱葱, 北境苦寒, 如今应该还是冰天雪地, 长姐身子弱, 父兄整日忙公务,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 听了我的话, 顾云恒凑到我耳边轻声, 那你哄哄我, 我若高兴了就带你回家看看, 我一个机灵, 连忙往旁边挪了挪身子, 不用看, 我自己都感觉到耳根发烫, 脸肯定红得不像话, 回京都之前, 我们都把这桩婚事想象得很恐怖, 毕竟, 我身份摆在这里, 我的存在对于顾云恒来说算是个羞辱, 全家都怕他会迁怒于我, 可如今我们见了面, 虽为数不多, 我倒是觉得他比顾北寒坦荡, 我只想着, 顾云恒突然伸手捏我的脸, 骗你的, 北境苦寒, 我可不想去, 我刚燃起来的那一点点心思瞬间熄灭, 然后就翻了他一个大大的白眼, 顾云恒更开心了, 换成双手捏我的脸, 丫头, 你爹爹有没有教过你别那么容易相信人, 我随时可能会吃了你, 知道吗? 我扶开他的手, 有些赌气, 不知道。 殿下是饿狼吗? 还要吃人, 顾云恒说对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 福贵妃开始对我格外亲近, 可他话里话外全是在套我的话, 我想他对我可能有什么误会, 我是从小被浇灌宠爱, 心思也单纯, 但我不傻呀, 他什么目的我能不知道, 但我也有自己的目的, 所以即便是讨厌福贵妃, 也仍旧要装作纯粮模样。 这日福贵妃又是拉着我聊了许久, 从他的大仗出来, 天色已经黑了, 姚儿, 顾北寒追了出来, 我听到了声音, 却没停留脚步, 顾北寒几步追上来, 一把拉住我手腕, 姚儿等等, 我使劲挣脱, 可顾北寒根本不松手, 你放开我, 我低声呵斥, 顾北寒却抓得更紧, 姚儿, 不管你信不信, 我不知道顾云恒要娶的人是你, 那又如何, 如何? 姚儿, 你的指婚圣旨是道秘旨, 你人都到了京都, 大家才知道瑞王妃净是罪, 净是楚家女, 更何况, 你们连大婚都没有, 你到底想说什么? 姚儿, 你还不明白吗? 你只是个棋子, 是陛下用来敲打顾云恒的棋子, 且顾云恒也必不会善待于你, 借着微弱月光, 我有些看不清顾北寒的脸, 曾经那么熟悉的人, 为何就变得如此陌生, 如此遥远呢? 许是见我情绪不对, 他又安慰我, 姚儿别怕, 还有我在, 若是你有什么事就来找我, 若是顾云恒对你不好, 你也可以来找我, 我一定会帮你的, 这回我看清他的脸了, 好一副道貌黯然的嘴脸, 姚儿, 我们多年情分, 我从未忘记过你, 你应当知晓, 我对你的心意, 而今这般情形也属实是非我所愿, 虚情假意, 想用美男计, 然后从我这套顾云恒的消息, 想得真美, 堂弟让我好找啊, 顾云恒的声音传来, 手腕上的那只手一下子就松开了, 我抬眼, 没有忽略顾北寒脸上的一瞬慌张, 三, 三堂兄, 顾云恒走到我身边, 安和寻你呢, 我们回去, 说着, 他牵上我的手腕, 思, 刚刚为了挣脱顾北寒的前置, 许是力气用得大了些, 手腕这会有些痛, 顾云恒脸色严肃起来, 伤着哪了, 无碍, 我们去找安和吧, 好, 三堂兄, 顾北寒又开口, 我和姚儿多年情分, 所以呢, 所以我们今日只是叙叙旧, 姚儿他身子弱, 堂兄千万莫迁怒他, 顾云恒看我, 我脸色已经垮了, 我回头看顾北寒, 顾世子, 我身体好得很, 殿下也不会迁怒我, 谢谢你为我们夫妻着想, 说完话, 我头也不回地拉着顾云恒就走, 转身至极, 似乎看到顾云恒在笑, 回到大帐, 顾云恒取来一个药瓶, 不是去找安和吗? 怎么回来了? 安和睡了, 不过是寻个借口而已, 顾云恒一边说着, 一边坐到我面前, 你手腕一定淤轻了, 上药好得快些, 说着, 他将药膏倒在我手腕上, 然后用拇指轻轻揉开, 手腕处瞬间轻轻凉凉, 痛感减轻了不少, 伴赏, 顾云恒开口, 还疼吗? 我方才一直盯着他半滴的眉眼, 他突然出声, 吓了我一跳, 察觉到我的一样, 顾云恒抬头看我, 怎么了? 没什么? 说着, 我收回被顾云恒握在手里的手腕, 不, 不疼了, 顾云恒似是也才反应过来, 我们离得非常近, 而且刚刚他给我上药, 烛火昏黄, 氛围也是十分暧昧, 我们都有些尴尬, 顾云恒看了看四周, 最后寻了个话题, 我还饿着, 常听安和说, 你这糕点不错, 能给我尝尝吗? 我和顾云恒表面是住在一个营帐里, 可顾云恒晚上都是住在隔间, 更是在我还没起身的时候就出去了。 所以论起来, 我跟他还没有跟安和熟,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这的饭菜真的好吃。 反正自打那日之后, 每日晚饭时, 安和都会带着顾云恒一起来。 有时顾云恒忙, 没时间吃饭, 我干脆就把饭菜留出来, 久而久之, 两个人便更近了些。 顾云恒闲暇时, 也会带着我和安和去骑马打猎, 钓鱼烤肉。 他有时带着安和共乘一起, 也有时候会带着我一起骑马。 安和笑他, 三哥如今真年人, 嫂嫂骑射那么好, 哪用得着跟三哥共乘一起, 说着又看我, 嫂嫂也变了, 从前嫂嫂只给安和做好吃的, 如今可是给三哥做得多呢。 我称怒, 你这丫头, 安和挑挑眉, 如今我倒是想问问嫂嫂, 若是我和三哥一起遇险, 你先救谁, 我哭笑不得, 想要回头看一眼顾云恒, 可他贴着我极劲, 我一转脸, 鹅角正擦过他唇边, 心猛的一颤, 我又连忙转过脸去, 刚刚想说什么都忘了, 顾云恒没说话, 我只是感觉 他揽在我腰间的手臂更紧了, 不多时, 顾云恒开口, 你这丫头就会为难人, 等真有那么一天, 就让你嫂嫂带着你跑, 你三哥我会保护自己, 三哥舍得离开嫂嫂, 你这丫头, 顾云恒做事要打安和, 安和一雷缰绳, 做了个鬼脸就往远处跑, 我有些急, 安和小心点, 话落, 阿昭已经骑马追了上去, 顾云恒安抚我, 别担心, 有阿昭在, 不会有危险的, 疯完了一天, 回营帐的时候, 顾云恒被皇帝叫走, 他嘱咐我先睡, 不用等他, 明日一早, 带我和安和去山下镇子转转, 可是第二天, 我等了整整一上午, 顾云恒都没回来, 就连安和都没来, 我刚要出门去看看, 芙蓉就从外面回来, 说安和出事了, 此刻大家都在陛下那里, 顾不上其他, 我也匆匆赶过去, 只是我刚到就被顾云恒拦住, 你来做什么? 回去, 瑞王妃来了正好, 也省得我们去请了, 说话的是福贵妃, 我诧异地看向顾云恒, 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没说话, 只是握着我手腕的手 用了几分力气, 哼, 坐在上手的皇帝一声冷哼, 楚遥, 你好大的胆子, 我彻底懵了, 自打我回京都一直低调谨慎, 怎么就大胆了, 难道是我给父亲写的密信 被发现了, 可我用的都是楚家密语, 便是被发现了, 也查不出什么, 瑞王妃, 还不认罪, 若你态度诚恳, 本宫尚可帮你求情, 我还没动, 便听顾云恒道, 姚儿无罪, 为何要认, 我看向顾云恒, 到底怎么回事, 顾云恒低声, 安和昨晚, 从你那回去就中毒了, 我一惊, 那安和呢? 他现在怎样了, 顾云恒似是有些意外, 许是没想到我第一时间, 不是替自己辩解, 而是关心安和是否安好, 放心, 服了要已无大碍, 只是尚在昏睡, 姚儿, 又是一生患, 只是这次不是顾云恒, 而是顾北寒, 我转过头, 顾北寒满面痛心疾首, 姚儿, 做错了事情不怕, 但是千万别执迷不悟, 这特么是什么屁话, 合着我还没承认, 他就先给我坐实了, 眼看顾云恒又要说话, 这次我按住他, 我从他怀里出来, 没看顾北寒, 直接跟皇帝解释, 陛下, 儿媳昨晚与公主一起用膳, 还有同屋的侍女也有吃, 绝不会有毒, 你说无毒就无毒, 那毒可是你们北京特有, 除了你还有谁, 说话的是扶宁郡主, 北京的毒, 我又看皇帝, 陛下, 毒不是我下的, 首先, 我没有动机, 安和是我夫君的亲妹妹, 我毒害他的目的是什么, 再者, 就算是在傻的人, 也做不出这么有指向性的谋害吧, 难道说京都没有毒药, 便是这满山药草, 也不乏毒草毒药, 我放着这些不用, 却偏偏用北京的毒, 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话落, 顾云恒用伸手把我拉到他身边, 你还挺敢说, 摆明了让我死, 难不成我还客客气气的, 我不会让你死的, 放心, 我和顾云恒对视, 不知怎地, 我突然就感觉到委屈, 也明白了为何父兄和长姐 不想让我来京都, 其实我刚才为自己辩解的那些话, 在场的人又怎会不知道呢, 可他们就是要用他来诬陷我, 我若领了罪, 不仅顾云恒会受到影响, 更会直接打击到北京楚家, 甚至是我外祖家, 回京都前, 爹爹一再交代, 千万别牵连外祖家, 这是我们家最后一道防线, 不能被那些坏人盯上, 可现在我和顾云恒是统一战线, 我们都不能出事, 正想着, 只听身后传来脚步声, 是阿昭, 他走到顾云恒身侧, 殿下, 人抓住了, 当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被带上来时, 我明显看到浮宁惊慌地 看了一眼福贵妃, 皇帝脸色微沉, 什么人, 那女子抬起头, 有人认出来, 这, 这不是又香送给瑞王府的美人吗? 美人, 那便是顾云恒的通房之一, 我看向女子, 只见她虽蓬头垢面, 但五官真的很美, 腰间一紧, 我看顾云恒, 顾云恒低头在我耳边, 没碰过, 我眨了眨眼睛, 什么场合说这个? 大家都诧异地看向顾云恒, 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时阿昭递上一个盒子, 回禀陛下, 属下是在往西梁药道的卡口, 抓到此人的, 这是搜出来的书信和信物, 还有, 阿昭看了看我, 又到, 还有一瓶药粉, 刚刚已经让御医见过, 正是安和公主所中之毒, 皇帝打开盒子翻看一遍, 具体是什么内容没人知道, 只知道皇帝看完脸都漆黑了, 他咬牙切齿, 好个西梁探子, 来人, 父皇, 顾云恒打断皇帝的话, 皇帝看看他, 又看看我, 今日之事委屈瑞王妃了, 你们且回去照顾安和, 带回京都之后, 朕自会好好补偿你, 呵, 补偿, 简单一句话, 我今日被污蔑, 被泼脏水这事就过去了, 甚至都没有帮我澄清一句, 父皇误会了, 儿臣不要什么补偿, 这女子是儿臣的通房, 儿臣有管教之责, 那你当如何, 顾云恒倾勾唇角, 来人, 把人拖出去喂狼, 从始至终, 顾云恒都在陈述, 没有任何请求或者商量, 什么, 众人皆是一惊, 尤其福贵妃, 一贯温柔甜静的脸, 也少见得慌张了起来, 瑞王殿下, 也未免太心狠了些, 虽然, 虽然这女子犯的是死罪, 可也不至于, 她毒害安和, 嫁祸瑶尔, 指这两相在我这就死不足惜, 话是如此, 可安和公主已经解毒, 瑞王妃到底也没被嫁祸, 此事不弱就这么算了吧, 那么依贵妃的意思, 要等安和被毒死, 瑶尔下狱被处死, 福贵妃没想到顾云恒会如此不给她脸面, 本宫, 本宫不是这个意思, 话落, 一行护卫推来一个巨大的笼子, 盖笼子的黑布被掀开, 里面是无匹凶狠至极的狼, 刚刚还一言不发的西凉女子, 这会已经开始发抖, 她抬眸看向上手那些人, 似是想跟谁求救, 直到两个侍卫过来要拖走她, 这才开始剧烈挣扎, 救我, 姑母救我, 放肆, 福贵妃一声低贺, 连忙摆手, 陛下在此岂容你发疯, 还不堵了嘴把人扔进去, 那一瞬, 福贵妃脸上再没有了和蔼, 大家都没想到还有这一出, 一时间有些乱, 有些人靠前想看看热闹, 也有些人退到人群之后不敢看, 顾云恒叫过阿昭, 把王妃送回去, 是, 我拉住顾云恒, 我不走, 顾云恒看了一眼牢笼方向, 然后又看我, 不怕, 不怕, 可我说这话的时候, 声音发抖, 双手也在抖, 但我还是强迫自己看了这一幕, 我眼睁睁看着那女子被扔进牢笼, 连惨叫声都没有, 不过煞时, 血腥味弥漫, 我甚至听到有人作呕的声音, 末地, 顾云恒挡在我面前, 阿昭, 你留下善后, 我带王妃回去, 是, 回大帐的路上, 我心绪始终不能平复, 顾云恒拉着我的手, 我看他, 似乎明白了皇帝为什么会忌惮他, 傅兄为什么不敢让我回来, 他刚刚那个模样, 与我印象里的顾云恒完全不一样, 像地狱阎罗, 凶狠又果决, 况且, 他除了自己强大之外, 还有个镇守南疆的大哥, 有家是显赫的母后, 从前, 我还纳闷, 顾云恒为什么会被点处, 如今, 我想明白了, 皇帝从一开始, 就想立顾云勉为储君, 用顾云恒, 不过是挡刀的, 如今觉得时机差不多了, 便开始运作收网, 顾云恒站住脚与我对视, 你夫君不是恶狼, 但可以用恶狼吃人, 我突然想到之前与他的玩笑话, 许是察觉到氛围有些僵, 顾云恒抬手抚了抚我的发迹, 还是吓着了, 你又何必呢, 都说京都市虎狼窝, 我想要在这里生活下去, 就不可能永远被保护, 顾云恒没说话, 他目光看向安和的大仗, 半赏, 我在, 没人感动你们, 我有些不明白, 我和顾云恒是从最近才熟识了一些, 可他好像从一开始就对我很宽容, 似是看出我内心所想, 顾云恒笑了笑, 你知道安和的脚是怎么受伤的吗? 果然有隐情, 安和八岁那年, 父皇要送他去南江和亲, 八岁, 还那么小, 陛下竟也舍得, 他怎会舍不得, 如果安和将来得宠, 便是我们东都之幸, 若不幸死了, 在四国中东都也会博得同情, 南江强大, 想来也会对东都多有赔偿, 一个女儿而已, 他从不吝惜, 那后来呢, 后来是母后暗中弄伤了安和的脚, 这才免去疑难, 送公主和亲本是讨好, 自然不能送伯角公主, 只是这件事终究要有人去, 可不管是谁, 都是我们东都的女儿, 所以, 为了不让女子去和亲, 大皇子才远赴南江镇守, 是, 大哥素有战神之名, 他驻守南江, 才能压住南江的野心, 只是, 他长了大半军权, 终身无诏不得回京, 说着, 顾云恒又看我, 所以, 当我知道是你要嫁给我时, 还有些心疼你, 在家里你兄长也很疼你是不是, 像我和大哥对安和那样, 我没回答, 但眼泪却掉了下来, 顾云恒替我擦眼泪, 别哭, 只要我在, 我会一直护着你, 经过西凉探子仪式, 围猎草草结束, 大家提前回京, 我仍旧回到王府, 只是王府中人都发现一件事, 那就是他们的殿下回家频繁了, 从过去的三五日, 到现在日日回来, 且时间越来越早, 瑞王府的人都很好, 规矩不多, 大家对我也都和善, 想起从前去镇尾王府的时候, 我还要端着样子, 如今, 在这道真如, 在家里一般无拘束, 只是即便如此, 我还是察觉到了不对劲, 在围猎场, 顾云恒显然得罪了皇帝, 他公然挑衅黄泉, 皇帝又小气多疑, 我想, 这件事对顾云恒影响肯定很大, 虽然他从不提起, 可我亦是看出他眼下无清, 我寻着机会进宫了几次, 皇后虽被禁足, 但仍可探望, 与我想象中不同, 本以为皇后是端庄且威严的, 可她却是个集和善的人, 与福贵妃的伪善不同, 皇后是真正的大家闺秀, 举手投足, 尽显雍容, 只是我每次与皇后见面都有人盯着, 我们不能说很隐秘的, 临近岁末, 顾云恒也更加忙起来, 我又去给皇后请安, 那天我们聊的都是家常, 听到我说想家, 想亲人, 皇后便把她手腕上的白玉镯子送给我, 好孩子, 别难过, 总有一天会再见的, 直到回王府, 我仍在看那只镯子, 我隐约记得, 长姐有一只跟这个一样的镯子, 那只是我娘亲留下的, 长姐一直戴着, 娘亲的镯子是外祖母送的, 当年是一对, 如今只剩下单只, 皇后这个也是单只, 我猛地又想起皇后的话, 亲人总有一天会再见, 她是在暗示我什么, 难道是想让我求外祖家, 可现在皇帝盯外祖家也盯得紧, 我不能贸然行事, 我开始频繁入宫, 也对福贵妃的拉拢不排斥, 不为别的, 只为我怀疑她有问题, 我想对她熟悉, 希望能发现些细节上的漏洞, 我也时常去说书摊子听野史, 别说, 还真被我听到不少小道消息, 比如福贵妃和当年楚家案子有关, 再比如, 福贵妃和又相是旧时, 众人只知道福贵妃出身商骨, 当年皇帝为了那她为妃, 还费了好一番周折, 可怎么也想不到她和又相还有关系, 又相? 我记得被顾云恒处置的那个探子, 就是又相送的, 后来又相卖惨, 说自己只是无意间得了个武姬, 根本不知其底细, 皇帝便也没再追究, 如此想来, 福贵妃和西良是否也有关系? 回想那女子临死前呼救的, 或许就是福贵妃, 不然她为什么会急急, 让人堵了她的嘴, 有了这些怀疑之后, 我刻意观察了一下, 果然被我发现蛛丝马迹, 这日我带着芙蓉从宫里回府, 路上, 芙蓉跟我说她发现了福贵妃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 奴婢幼时在西良商户家做工, 知道一些西良人的起居习惯, 经过这段日子观察, 发现福贵妃虽然刻意改过, 但还是有很多下意识动作, 是西良的习惯, 我点头, 我也发现了, 西良人喜食鲜嫩生食, 这一点东都人是不喜欢的, 可今日她对西良进贡来的生食, 一点都不排斥, 而且她还懂得这些生食的食用门道, 小姐说得对, 若她真是第一次食用生食, 怎会如此, 本以为福贵妃只是和皇后较劲, 但如果她的身份存疑, 那事情就更不好办了, 涉及到异国探子, 又是东都的贵妃, 这要是捅出来, 可就翻天了, 这件事太大, 我自己没法做主, 便想着等回福给爹爹写封信, 再寻个机会跟顾云恒商量, 可这一切都还没来得及, 我就病倒了, 这病来势汹汹, 一病数日, 整日昏昏沉沉, 恍惚间, 我似是看到顾云恒 坐在床边, 可有时候睡醒了, 发现她根本不在, 一晃大半月过去, 我终于快要康复, 这日我刚服了药, 安和来了, 她陪我聊天, 还带来好多补品, 太医说, 嫂嫂你是忧思过度, 再加上最近变天, 这才病倒的, 忧思过度, 我最近确实想的事情多, 但绝不至于病倒, 而且我唇色和指甲颜色, 较之从前都深了些, 之前安和解毒之后的恢复期, 就是这样的状况, 我想, 我应该是被下毒了, 嫂嫂, 你不知道, 你病倒这段时间, 可把我三哥急坏了, 他一回府就守着你, 还亲自为你吃药, 殿下来过, 是啊, 他还去母后那里, 讨了好些补品, 惹得母后笑话他, 说而大不中流, 我心里暖融融的, 不管是真生病, 还是被下毒, 在这一乡, 还有人关心的感觉真好, 我这一病, 外面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了, 再次去街上闲逛, 到处都在传说要打仗了, 我思来想去, 可能性最大的就是西凉, 可是西凉淡丸小国, 虽说近些年经济发展不错, 可到底不够强, 怎会冒险和东都撕破脸, 但如若不然, 百姓们的状态, 也不会如此, 我生病之前还是一片祥和, 如今总感觉氛围很紧张, 天色一黑, 就家家紧闭门户, 看样子这消息, 也并非空穴来风, 逛了一天, 晚上回府时发现顾云恒回来了, 他有些生气, 并刚好就出去, 说着, 他将一杯热茶塞到我手里, 我笑, 不爱的, 我在北境长大, 这里的天气已经很温暖了, 不冷, 顾云恒抬手在我额间, 轻敲, 不听话, 然后拉我进卧房, 来, 送你个礼物, 他把我按坐在梳妆台前, 然后将一个锦盒递给我, 我打开一看, 竟是那枚摔坏的不摇, 顾云恒没说话, 只将不摇轻轻戴在我的发际上, 然后从镜中看我, 好看, 殿下什么时候将不摇修好的, 看到你常对着他发呆, 便问了芙蓉才知道内情, 我抬眼, 亦是从镜中与他对视, 渐渐地, 脸又红了, 我垂下眸子不敢再看顾云恒, 却听他轻笑, 姚儿, 我带你去个地方, 现在, 是, 我们共乘一起, 顾云恒用他的披风将我包在怀里,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 急迟的速度缓缓停下, 顾云恒带着我来到一处山坡, 这里地势有些陡, 顾云恒要抱我, 我没用, 而是自己轻功上来, 顾云恒有些惊讶, 之前围猎的时候就发现, 你剑法很好, 没想到轻功也不错, 小时候兄长要教我武功的, 但是长姐说, 女孩子家不要武刀弄枪, 就这样两边权衡, 最后学了轻功便于逃跑, 学了射箭, 可能以后也有用吧, 我们一路说笑着, 到了山顶, 我还没来得及问什么, 就听东的一声, 天边乍响一朵烟花, 紧接着一朵接一朵, 五颜六色, 漫天花雨, 我被这美景吸引, 顾云恒转脸看我, 喜欢吗, 我满面欢喜, 喜欢, 话音落, 顾云恒上前一步拥住我, 我愣住, 浑身也僵住了, 殿, 殿下, 姚儿, 生辰吉祥, 可我的生辰还没到啊, 我知道, 我是怕我太忙到时没空陪你, 鼻尖处全是顾云恒的气息, 就这么被包裹着, 感觉很安心, 渐渐的, 我竟是困一席来, 眼皮打架, 殿下, 嗯, 我们回去吧, 我, 我, 我话未说完就感觉眼前一黑, 紧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再醒来时, 是躺在一个陌生房间里, 安和来寻我时, 哭着说京都打仗了, 三哥凶险万分, 我全然不知是怎么回事, 直到舅舅出现方才明白, 原来看烟花那晚, 顾云恒把我和安和迷晕之后连夜送出城, 我的猜测没错, 福贵妃是西凉公主, 十岁那年被送到东都做卧底, 这次是被发现了端倪, 她便联合西凉各部突然发难, 眼下大皇子远在南疆, 顾云恒又被罢处, 没有实权, 他们的目的就是打东都一个措手不及, 但事与愿违, 舅舅说外祖家暗中一直和顾云恒是一派, 所以这许多年, 外祖家低调行事, 就是为了再出事时能帮衬顾云恒, 虽然京都事发紧急, 可顾云恒早有准备, 现在只要我和安和安全, 顾云恒那边就能放开手脚, 舅舅, 十年不见, 您是怎么认出我的, 舅舅笑着指了指我万间手镯, 皇后娘娘将这个给你, 就证明了你的身份, 再说, 你与你娘亲很像, 原来, 当年皇后与我娘亲也是归中密友, 本以为事情到了顺境, 可我在舅舅家住了三日, 京都还是没有传来好消息, 我等不及了, 想要回京都, 舅舅拗不过我, 便只派一支暗卫随行, 我临行时, 阿昭也跟了出来, 顾云恒让他保护我和安和, 可他应该比我更担心顾云恒, 王妃, 让属下跟您一起去吧, 说着, 他看向安和, 安, 和笑着将腰间荷包递给阿昭, 你们去吧, 只是都要平安回来, 阿昭珍宝一样收好荷包, 然后与我一起回京, 舅舅落脚的地方离京都不算远, 我们一路快马加鞭, 天还没黑, 就到了宫墙外, 阿昭带着我们从东宫密道偷偷入宫, 直到看到失衡遍野, 才知道战争残酷, 这一战两边必是损失惨重, 但仍旧是顾云恒胜了, 可我们靠近大殿时才发现, 虽然大事已定, 唯独漏算了顾云勉, 此刻他绑了皇帝和皇后, 正在威胁顾云恒放了福贵妃, 顾云勉殊死一搏, 顾云恒顾及皇后不敢轻举妄动, 我们悄悄潜在远处, 我瞄了瞄距离, 阿昭, 寻个弓箭来, 阿昭惊住, 王妃不行, 天要黑了, 这个距离要是伤到皇后怎么办, 不会, 你去寻旧事, 话音落, 暗卫献身递给我一把弓弩, 小姐用这个, 我接过弓弩瞄准, 然后低声吩咐, 阿昭, 你带人包抄靠近, 我见一出, 你们立刻上前救人, 是, 我目测着阿昭等人距离差不多了, 手指扣上机关, 宁神摒弃, 搜, 弓箭破空而去, 随着一声惨叫, 紧接着就听到阿昭带人冲上前的喊杀声, 直到我看到皇后和皇帝被救下, 这才松了一口气, 三月后, 我坐在京都储家待驾, 三月前的那场战乱, 皇帝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一并不起, 顾云勉是敌国探子之子, 还妄图逼宫, 被顾云恒停乱, 顾云恒先恢复了储君之位, 后皇帝下旨退位, 顾云恒登基, 顾云恒登基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给储家平反, 连带着当年受冤的所有家族, 全都挣了清明。 大婚前夕, 爹爹, 兄长和长姐, 全都回到京都。 长姐抱着我哭了好久, 好在我们一家苦尽甘来, 终于又能团聚了。 登基大典和大婚在同一日举行, 顾云恒昭告天下, 东都只有皇后楚遥, 后宫不再多一人。 人群中, 我看到长姐在哭, 皇后娘娘也掉了眼泪, 我眼睛也酸了。 李树冗杂, 整整折腾了一天才结束。 晚上顾云恒回来, 刚要抱我, 我便往后退。 顾云恒疑惑, 姚儿, 昔日听闻陛下有好几个通房, 且各个角色, 不知陛下什么时候也让姚儿看看, 顾云恒扶额, 安和这丫头, 当真是有了嫂嫂, 忘了兄长, 说着顾云恒上前捏我的脸, 哪有什么通房, 都是探子眼线, 送来就处置了, 少蒙我, 不是藏在别院了吗? 若不这么说, 往后还会有, 很烦, 真的, 千真万确。 顾云恒以为我没问题了, 便吞了喜福, 又往我身上靠。 我仍旧推开他, 不对啊, 那围练时那个女子又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看他美貌想留着? 真不是, 只是他行迹可疑, 我是想留着他钓大鱼的, 顾云恒一边说, 一边靠近我, 直到到了床边, 猛地将我扑到床上, 好姚儿, 我对你真心实意, 别再考验我了可好, 说着, 我只感觉自己腰间一松。 顾云恒, 我还没问完呢, 你, 嗯, 顾云恒, 你是狼吗? 还有人, 顾云恒口齿含糊, 是, 恶狼, 缠了好久了, 番外, 三年后, 我正在给安和整理嫁妆单子, 下朝回来的顾云恒, 从身后将我拥住, 娘子, 那些朝臣真难缠, 我由着他报, 这几年我已经习惯了, 他在外是果决英明的帝王, 回来就是我那柔弱不堪的夫君, 就连芙蓉都笑话他, 说不像皇帝, 像个小娘子。 顾云恒也纵着这些亲信, 他说他喜欢这种家的感觉, 不想迷失了自己, 也不想委屈了我。 其实顾云恒为我做了很多, 他一开始是让父兄回到京都的, 但父兄坚持守在北境, 只让长姐和姐夫回来。 我知道父兄是为了我着想, 楚家守在北境, 便证明没有二心。 顾云恒也把北境实权交给了父亲, 而镇北王一家则是被迁走。 他们是皇亲, 顾云恒没有处置, 但薛权迁走已是很大的惩罚。 临行前一日, 顾北韩还来找过我, 他把当年被浮宁弄脏的荷包给我看, 他说他这么多年一直珍藏着。 我无语, 刚想回怼, 顾云恒便抢走了那荷包。 顾北韩, 你当清楚自己的身份, 摇儿如今是你皇嫂, 我当着顾北韩的面剪碎了荷包, 往事不可追, 世子一路保重, 可即便如此, 顾云恒还是缠着我给他绣了好几个荷包。 我看着那一皮皮花色艳丽的布皮, 要绣多少个, 多绣一些, 我每天换着佩戴, 我看着窗外正在和安和还有阿昭玩耍的儿子, 心里一阵唏嘘, 两岁的儿子都要比顾云恒成熟一些。 安和笑着看我, 嫂嫂后悔了吧, 当初肯定没想到三哥这么黏人, 顾云恒瞪他, 小丫头又找揍是吧, 大哥就快回来了, 三哥你敢揍我, 我就跟大哥告状, 阿昭坐在一旁大石上, 看向安和的眼中满满都是爱意。 后来我才知道, 阿昭也是望族出身, 当年和楚家一样被陷害, 是皇后暗中救下他, 又放在顾云恒身边。 如今顾云恒给安和和阿昭纸了婚。 只等安和吉里一过, 两个人就成婚。 半年后, 安和和阿昭大婚。 大皇子回京, 我父兄也从北境赶回参加仪式, 全家团圆, 顾云恒拥着我, 姚儿, 我想修改律法, 往后东都不得再用女子和亲, 也不会接受异国和亲要求, 说着, 他又紧了紧手臂力道, 或者, 让男子都如我这般, 只娶一人, 我笑着看他, 那往后你要是变心了怎么办? 我不会的, 旁人不见得不会, 那, 那如何做? 我想了想, 要不创办女子学术, 修改法条, 让女子安身立命, 变得宽容些, 也让天下女子都知道, 便是离了男子, 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顾云恒仔细琢磨着我的话, 然后很郑重地应了我, 好。